2022年12月7号中国放开防疫政策之后导致的现状可能是令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跟始料未及的 当时引起了这么多严重的老年人的重症和死亡 专家一直在新闻上说这个是大号流感轻症居多 事实上我自己个人发烧之后的感觉就是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大号流感 它的严重程度和个人感受程度都非常的厉害 那么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又发现了医院里面躺着坐着全部是重症患者 情况要严重的多 你能看见的每一个角落你能眼睛瞄掉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看到的是奄奄一息的病人 那种环境让你无法喘得过气 你感觉是每一分钟自己都被重症和死亡压抑到每一个细胞里面 我们现在都不看官方公布的数据了 重症的和死亡数据我们都不关注 因为这个和我们身边周围的感受是完全不一致的 包括我和周边所有人都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疫情是突然解封而不是逐步的解封 有秩序的有计划的解封 那么可能是源于白纸运动的压力 也有可能是源自于经济和需要正常生活的压力 但不管怎么说突然解封 也没有足够的充足预备 也没有药品支撑 让老百姓为这场所有的疫情买单 现在网上说医保局因为PACCLAVITY 辉瑞报价过钢尔打进入医保目录谈判失败 我们感到非常失望 也非常担忧 我在网上看到辉瑞PACCLAVITY这个药物 已经从私人渠道炒到了三万块钱一盒 那么对于我们像这种既没有人脉也没有权利 跟没有金钱的老百姓来说 没有药物就相当于将来 要么靠运气 自解康复 要么就是家里等死 在本持一个人民质上和健康质上原题之下 辉瑞的报价哪怕是高于了医保局的相应的底价和心理价位 也应该果断的采购 为什么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讲 一条鲜货生命的市区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卖的 小词2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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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